口罩供应紧张,市民心急四处去扑 一不小心,很容易被人压 警方就知道,今年头两个月 接获过千宗有关网救口罩骗案 涉及大约3100万港元,拉了25个人 有军华报导 疫情不知何时完,口罩供应持续紧张 个个要继续扑口罩 曾小姐之前在一个网上采购平台 打算网救口罩派给基层市民 问假之后收到十几个电邮回复 最后同一个声称来自丹麦的供应商 谈好2千欧罗,即是折合1万7千多元港元 买5万多个口罩 对方原先说落一半订就会出货 谁知隔了四天都没有回音 对方反口说要给美素先会寄出口罩 曾小姐于是照做,等多5天仍然无消息 再联络卖家,对方说还未收到钱 要他再过多1千元欧罗 声称最后收多了会扣给他 结果市主一共给了3千欧罗 一个口罩都收不到 警方说今年头两个月一共接获1千08宗有关网上平台购买口罩的骗案 涉及金额大约3千100万港元 拘捕了20男五女 大部分都是娥清有口罩出售 骗取受害人的订金 警方提醒市民在网上买车的时候 应该先核实对方的身份 看看他们的顺遇评级 尽量在有身份认证的网上交易系统上交易 最好都是当面交收翻 有线电视记者游进博报道 一筛掌握有线新闻